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在空中的鑽石 有一个意大利人 他年轻的时候 就去到美国那里学玩习技 后来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习技艺术家 还世界文明 到了退休的年纪 他就决定回到乡下定居 于是买了一张回意大利的船票 剩下的财产 就买了一粒很大的鑽石 上船之后 他就和一个小朋友玩 他表演抛苹果的习技 给小朋友看 而且对苹果向上抛 没有一个会跌落地的 他的习技 引来一班观众在这里看 观众都认得出 他就是这个世界著名的习技家 他觉得很自豪 于是乎就拿出那粒鑽石 抛起来 他告诉观众 我要退休了 这粒鑽石就是我所有的积蓄 他把鑽石抛到很高 观众当然看得很紧张 因为了解到这粒鑽石的意义 观众还要求习技家 不要再抛鑽石了 万一不小心打烂了 那怎么办 但是观众越叫不好 习技家就越兴奋 还越抛越高 每一次都要令观众紧张得死 直到鑽石跌下来 他用手摘住了 大家才送一口气 他对自己的技术是信心十足 而且非常有把握 因为他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 他对着观众说 他可以抛得更高 高度看不到 然后跌下来 仍然可以摘得住 这次他抛起鑽石 高度真的看不到 一会儿鑽石又跌下来 随着大家的惊叹声 大家劝他不要再冒险了 他笑了一笑 心想 我的技术怎么到你们怀疑 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没信心 于是又再拋过 一粒鑽石消失在空气当中的时候 那些观众紧紧张得呼吸不到 一会儿鑽石又出现 还要跌下来的时候 在阳光之下闪下闪下闪下 令观众大力鼓掌 看见这粒鑽石 又要跌到他手心的时候 就在这一刻 那艘船突然倾斜了一下 粒鑽石就跌下来 永远都找不回 朋友 我们是否常常持住 自己有一些才能 而目空一切呢 我们是否喜欢靠自己的聪明 以为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实过度自信是一种骄傲 绝对的把握 是一种狂妄自大 有谁不明白见好就修的道理 但是又有多少人 能够克服人类贪婪的本性呢 我感觉到你也会知道 我感觉到你不是什么 你也会想到你 你也会想到我 你会想到你 那些人 别走 我感觉到你